这次的疫情真的是太残酷了 没有了舞台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生存 刚刚看了一个报道 说杨丽萍老师把辛辛苦苦经营的云南印象团队结散了 真是可惜了 刚刚在视频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杨老师的那种不舍 可以说杨老师把绝大部分的心血都融入在艺术上面 而他带领的这个云南印象团队 更是对中国舞蹈界的一种颠覆形式 他的孔雀舞那更是演绎的非常的极致 有可能是杨丽萍老师他是少数民族的缘故 杨丽萍老师他是云南省大理白祖自治州 二元县白祖人 你看我们平时看到这个杨丽萍老师 他平时的穿着都十分的个性耀眼 民族风元素满满 但是无论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 只要登上了这个舞台 走进聚光灯下 他就会重新振作起来 现在看到杨丽萍老师 这样真是感到很心酸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杨丽萍老师振作起来 我们永远支持你